那么面向未来 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文化 应该如何定位 如何发展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学者 我特别留意到 2020年10月14号 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在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上 都要交出优异打卷 总书记的讲话意味深长 深圳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打造全球文化疏流之城 正是践行这个伟大使命的 必然取向 这里我更愿意用发生在 我们深圳日常的一些文化场景 来展示这个快节奏城市的 未来文化追求 在深圳呢 市民老百姓呢 非常喜欢听一句话 叫一公里文化圈 和十分钟文化圈 就是在你的住所 工作场所 一公里范围之内 或者步行十分钟范围之内 都可以享受到一流的文化设施 深圳将公共文化服务 送到了每个市民的身边 在深圳十大观念当中 有一个观念非常独特 叫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深圳通过真正的践行 这些观念 赢得了市民的尊重 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 如今呢 在深圳 每个周末 每天晚上 市民都可以到图书馆 音乐厅呢 享受到高品位的 公共文化服务 和高端的艺术演出 感谢观看